詞曲 李宗盛 也許不會再看見 离别是微黄色的甜 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 那些曾青山的脸 我拿起种绿树的叶子 放在青色的石板前 祭奠那些流失的青春 和曾懵懂的誓言 风在歌唱 唱他曾去过的地方 在黑暗中 有朵花为你开放 当你撞过头的那一瞬 晚霞般美丽的笑脸 它睁开在 在纯世里无可岐见 letting you stop 对 得 得 你带我在这儿干吗呀 你不是要打掉这个孩子吗 我现在就带你打掉他 不是 不是还要预约吗 预约好了 李北韦一娟 我打在头儿干吗 李北韦一娟 给你 guessing 你没关系 auf 你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求求你了 我不要 我害怕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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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 你不是说这个孩子是个累赘 你要打掉他 恢复自由之身 这是你的愿望吗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你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女人 你怎么养育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当初你是图一世识困 还是把他作为留在那个富二代身边的工具 但肯定不是出自你本意 不是因为爱 你别告诉我有一天你会带着这个孩子 找那个男人 卖一个好价钱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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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生的那样的 就算这孩子不是我的本人 可是他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真远 我不是一个高谱的女人 我爱钱 我失利 我不要脸 可是我真真切切地爱过这个男人 才有了这个孩子 我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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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静静爷爷计划了二十八年的位 你让我怎么选择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怎么办 李维俊 你又不是一个十七八岁 什么都不同的小姑娘 上课不交座椅 你可以选择逃避 冤枉我 你也可以选择逃避 可是现在你二十八岁了 生下一个孩子 养育一个孩子 教育一个孩子成长的重任 你不能选择逃避 现在没有人能帮你 你只能多出一个选择 你只能面对现实 鼓起对未来的勇气 不管你现在那一刹那的选择 是什么 我告诉你 你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后悔了 你只能无怨无悔地 你给我走下去 作为一个单身母子 我可以吗 你别说我 不是老了 我不是老了 我就是老了 你这рут子 我可是你们 你都不觉得走得太快 选择着 只是外乱 剧场这个项目 基本已经敲定了 你们俩做得很好 我相信通过这个项目 我们在业内 一定会很快恢复信誉的 陈小正 从今天开始 你正式升为 星辰的项目部经理 正威 剧场的项目是你设计的 很好 陈经理正式提出 要把你调到设计组 你愿意吗 我愿意 那从现在开始 你就可以参加设计组的 任何设计工作 但是呢 陈经理刚刚上任 还有很多不熟悉 他需要一个熟悉工作的 员工来协助 等找到适合的 我再正式把你调过去 好 好 谢谢董事长 好 你俩忙去吧 嗯 是 你俩呢 你俩你俩不过 设计 你俩可以 实际 他就收获了 我的天啊 那孩子 就是 平安 我 你俩 但是肯定 骚扯这个 我经历了 看ビジ 都正在 你给我的看 你们俩 我们也给我的l importa 不安的对吧 对啊 少来了 有什么好惶恐不安的呀 少了谁这地球 还不是得照常转 葳葳 就没你这么说话的 地球是少了谁都能转 但是咱们星辰 要是少了正大秘书 他还怎么转呢 对不对 对啊 葳姐 可听说你终于 如愿以偿地 转金设计组了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 以后是你多多关照 我们才是 你有没有觉得 从这个位置看下去 这个城市好像很小啊 不是城市小 是我们站得高 没错 这也是为什么 有这么多人想留在 这个城市 挤破头 都要挤进星辰一样 因为他们也想像你一样 把这个城市 踩在脚底下 恭喜你啊 陈经理 你现在是星辰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项目经理了 历史就是需要人 不断去打破了 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对了 还应该谢谢你啊 你以为只是各取所需 不用说谢谢吧 是秘书 陈助理 名人不说暗话 我知道你找过工地 受伤工人的家属 你有什么目的 不如我把我的目的说出来 看我们能不能达成一致啊 林静 林静 林静理 我知道你这次 想借林静的手除掉周渠 但是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更清楚周渠 冯德生和许静谷的那些勾搭 煽动家属 是会有一些辅助作用 但是我手里的那些资料 可以成为你们致命的刀 你为什么帮我 其实也不是帮你 也是为了帮我 帮她 现在是她事业上 最重要的时候 她想做的 我都想帮她做到 这样就算她不能回心转意 起码也会念我的好吧 而对于你呢 你会欠我一个人情 而这个人情 你是要还的 我怎么还 这就要牵扯到另外一个人了 你 不 应该是你们俩的 我没做到作用 我跟她的争论 她不是为我 我还是要勾搭了 你去勾搭了 我现在说 了你 我自己已经采行 也是星辰最大的依靠 在感情上 你也赢了林静 赢婚里的小情人 现在是最大的人生赢家了 如果不是你破坏了林静的求婚 整个事情也不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还是要谢谢你 只不过 你想要得到的 得到了 只要他能和郑威一刀两断 只要他能和郑威一刀两断 我就还有希望 目前对我来说 有希望不是最好的得到 是 张秘书 陈助理 这是你不在这一个月里 相务部的工作和发矿 晚上一起吃饭 不了 晚上我还有事 你想干吗 一定算吗 我 我不渴 想不想我 都三个小时了 你一点都不想我 三个小时很长吗 三个小时很短 你是逃不了的 从我们的大爷吧 从我们的大爷吧 来什么呢 可可 威姐 你也在啊 嗯 有什么事情吗 后勤部让我把今年的财务预算报告 拿给陈经理看一下 你们先聊啊 那我先走了啊 嗯 看一下 这个是刚才要的财务预算建议方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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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这个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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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你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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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我先走了 你多吃点啊 还有那个那个 给我加一点 其实今天约你们来 是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们 你干嘛这么认真啊 第一件事 我怀了何一的孩子 真的 真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来来来 干杯 不许出口锅了 来 先干杯 喝饮了 第二件事情 我不会和何一结婚了 为什么呀 是不是他不肯娶你 我找他算账去 其实从一开始 他就没有打算要跟我结婚 我们俩就是玩了一场 爱情游戏 我把自己给玩进去 我认真了 说 你说了 孩子怎么办啊 孩子我会生下来 我想好了 我已经二十八岁了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会自怨自已 也再也不会去做那种 不切实际的归父母 我要好好工作 为了我的孩子 和为了我自己 你们都怎么了 你们都怎么了 俊儿 你变了 当然会变了 都十年了 都会有变化呀 你们是不会知道 突然拥有一个小生命的那种感觉 很神奇 我们有共同的心跳 还有共同的思维 还有共同的思维 以后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再是为自己一个人而活 我会有个孩子陪着我 我多了一份责任 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 我感觉我的生活好像有了软肋 但是 有了盔甲 俊儿 虽然 我们不知道你和何一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决定 男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孩子虽然没有了爹 可他有四个妈呀 多酷啊 实在不行啊 你可以生下来 我替你养啊 以后呢 这个孩子就姓猪 就够了 姓猪太难听了 其实我还是很幸运啊 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而且养得白白跑步 俊儿 我承担 有的时候别放弃 更需要勇气 好啦 大家怎么都那么悲伤啊 以后我们就要多一个新陈人了 为了我的孩子 为了我的最后一顿火锅 干杯 真的是最后一顿了 我知道了 干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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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 会买就会卖 不像你这个笨蛋 只会风吹雨淋地跑在外面去卖东西 我呢就动一动手指都搞定了 这就叫做家有才万贯 不如一座店 这行不行呀 死马当活马一呗 哎呀 唐宝 这些可都是你的宝贝啊 其实现在想想啊 这些包根本就没什么 没有它呢 别人不会低看我一眼 背着它呢 别人也不会高看我一眼 谁 你们这是干嘛呢这是 你全玩了 我们俩在开创事业第二春呢 对的 你不是说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女人吗 我现在就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看看 我可以好好工作养活我的孩子 对了 等我们俩赚了钱 我们俩就把那个房租和伙食费都给你 再不占你的便宜 对不对 老张 有骨气 再来 有骨气的心情 有骨气的心情 去 找女鱼爸爸去 有骨气 娘亲 娘亲 她想要做这个案子 她想要做这个案子 有骨气 你有骨气吗 跟监制物体在均匀 我们俩都可以的 根本就有骨气 一根重锒 把这一根 Release 周渠的案子现在表面上是平静的 但是检察院在等待机会 死死地盯着我们 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是 一 小心翼翼地 做好我们目前工程的善后 二 参加一定的社会公益活动 挽回星辰在业内的形象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手笔出击 一旦让检察院招着把柄 星辰公司很难翻身 董事长有董事长的考虑 现在我们星辰是在最危急的时刻 不成功怎成仁 如果我们在谷底的时候 不迅速反弹 那我们迟早会被后来者所取代 是 秘书 请你把这些资料 发给在所的各位 谢谢 大家也都知道 在这个市场上 现在有许多的中小企业 都在迅速地崛起 我们前一段时间 又遇到了工地事件 遭受重创 如果我们在短时间之内 不迅速反弹的话 我们的市场份额 迟早会被他们支撑 不迅速地崛起来 要知道 要知道 再小的蚂蚁 群起而公之 也是可以吃掉一头大箱 正如大家所见 现在市政府正在为二零二零年的 世界园艺博览会进行招标 如果我们星辰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一定可以东山再起 重振起鼓 我不同意 我同意陈经理的想法 我们东方星辰虽然是老公司 资历可以老 想法可以老 但是我们的冲劲不能想 我支持拿下园医会这个项目 我同意 我同意 太冒险了 看来这个陈孝孝季 已经拉入了毛绿汤了 看看再说吧 董事长 杨虎为患 谢谢啊 你找我有事啊 我在档案室找到一份十年前的档案 你看一下 这是有关地下室的改造 我觉得值得一试 董事长 我期待你的照表设计图 你觉得这个项目怎么样 这个项目我们不能做 为什么 公司现在急需的是 可以迅速翻身的大项目 你是不是觉得 这样的公益项目 不能帮你拉拢董事 对你尚未毫无帮助 所以你才不去做 你想说什么 从米兰回来之后 你一直都在私下拉拢董事 想要培养自己的势力 你怎么现在心里 就只有权力和斗争了呢 你忘了我们当初 学建筑的初衷了吗 我们是人类文明的工程师 阿正 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坚信吗 葳葳 你别犯傻了 董事会指认前 你以为只有周渠 才知道冯德升的那些勾当吗 他们都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有在利益面前 他们才会选择战队的 你觉得总裁空缺 你就能一步登天了 葳葳 在这个说法里 只有我们有了利益 我们有了权力 才能够有反言权 只有我们有了权力 才能够做我们自己 想做的事情 否则的话 这辈子都会面对这种 不公平的对待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 面对这样的事情吗 祝你早日上旨 守着你的权利过一辈子吧 我们有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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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够有反言权力 才能够做我们自己 想做的事情 否则的话 我们一辈子都会面对 这种不公平的对待 有权力 我们有权力 吓死了 呀 铺鑫 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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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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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杉 我回来了 杉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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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仁仁 你昨天怎么回事 怎么给你打电话 你都没接啊 我是吴江 吴医生 仁仁现在在十一院 什么 她怎么了 我马上过去 好 真没事 疼吗 不疼 没事 还说没事 吴江都说了你静骨骨链 而且还有轻微脑震荡 我都跟他说了 让他别给你打电话 怎么还打呀 这种事怎么能不跟我说呢 都怪我 我昨天给你打好几个电话 你没接我 就应该想到你出事了呢 怎么怪你啊 要怪只能怪我 洗个澡还能把自己摔成这样 太笨了 吴江呢 他昨天晚上在哪儿啊 他昨天晚上值班 一直在医院了 那他现在人呢 刚刚院长给他打电话 有一个重要的手术 去开会了 能有多重要啊 你都这样了 他还去开会 薇薇 润润 我真替你不止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 你从来都没怨过吗 就连 你昨天摔倒了 在地板上躺了一夜 你也不愿吗 傻不傻啊你 他哪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哦 对了 你昨天那个时间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没事 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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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你 你头痛吗 我真没事 手 手呢 都挺好的 还好呢 这都包成这样了 轻的 这 没关系 真的 对了 正好我给你啊熬了黄豆炖猪脚 已经不行了 你说谁猪呢 你说谁呢 口误 我说错了 那就喝这个吧 不缺口服液 你爱吃喝啊 对身体好 来 好啦 好香 好香 来 尝尝 太咸了 咸 嗯 我是找网上师傅做的 你尝尝 烫死我了 小心点 我该过来上烤店 拿 记住 用土豆 能解写 老张 有生意了 老张 跟我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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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能解写 这是生活小常识啊 好喝吧 好喝吧 好喝 对了 老张 你说那个工作室开得怎么样了 还在筹划呢 没什么问题吧 没 没问题啊 真的吗 真的 老张 这是我工作的时候存下的二十万 你拿着 你这是干吗呀 我不要 你还记得七年前你借我钱的事吗 阮姑娘 你怎么来了 老张 我需要点钱 你能不能 帮我想想办法呀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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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点钱你还记得啊 你啊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帮助了我 所以我也希望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我能够帮助你 再说了 这些钱对我来说 也没什么用 我又不懂理财 不行 你就当我是入股你们工作室 赚钱了 要给我分成 拿着 然然 你的钱我还是不能有 为什么呀 瞧不起我们家庭妇女啊 谁说你是家庭妇女了 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健大的女神 你记得我曾经说过 梦想是赚不到钱的 我不想拿你的钱去冒险 那你不是也说过 万一挣到的呢 我不就是挣那个万一吗 老张 其实 曾经我也有梦想 我希望事业有成 可是现在 事业两个字 对我来说都有点奢侈了 老张 其实我特别崇拜你 因为你三十岁了 你还愿意重新开始 可是我已经不行了 所以呀 我希望 你能够带着我这小小的遗憾 去完成你的梦想 好 好吗 拿着吧 软软 你真的这么相信我吗 废什么话呀 锁不锁 那我收下了 吴医生来啦 吴医生来了 我来给软软送点汤喝 你们聊 我去洗洗 好点了吗 嗯 这个张开 每天都来 她不用工作吗 她有啊 她只不过休息的时候 过来看看我嘛 估计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 若若 今天理财公司的经理 给我打电话说 你把那二十万给取出来了 那理得好好的 取出来干吗呢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个投资项目 我呀 就投了点股 谁的投资项目 我的钱 那去投资 不行吗 钱是你的 但是我是你的账目 我可以知道一下吗 你是把钱 借给那个账开了吗 他想开一个工作室 所以我就入了点股 一个三十好几的人 整天吊儿郎当的 我就不知道 你怎么交这样的朋友 你把这二十万给了他 你知道吗 这二十万肯定是有去无回的 吴江 你没有跟他相处过 你也不了解他 你没有资格去这么评判我的朋友 朋友 朋友 软软 你把他当成你的朋友 我相信 他只是把你当成朋友吗 第一次吃饭的时候 抢着跟我买的 那副可怜巴唧的样 第二次他差点就大闹我 婚礼现场 现在你生病了 他在扮演二十四小时 你的贴身守护吗 我说是 你真的看不出来 他所做的这一切 已经超出了一个朋友的范围吗 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单纯的女孩 我希望保护你 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但是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 他们是有企图心的 用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句话来形容他 一点都不过分 你够了 你不明白我们朋友之间的感情 我不怪你 可是你有必要把话 说得那么难听吗 我的朋友 在你忙着工作 没有办法照顾我的时候 过来表示一下 他对我的关心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他呢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是在怀疑他 还是在怀疑我 你对他的这些侮辱 你让我觉得 你让我觉得我简直 无济自如 阮阮 我 我没有不相信你 我只是觉得 对不起 阮阮 我不应该在你生病的时候 跟你说这些 你不是要开会吗 你去吧 我想休息了 我累了 好 还有 如果你还想顾问 投资的事情 我还是那句老话 我的钱 我想自己做主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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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